涉案的男人被黑暴蒙頭 有探員壓落警車帶返警署調查 在行動中探員檢獲了三支電槍 並將它交入軍系發證貨 作進一步檢驗 警方說檢獲的三支電槍 電擊的威力很大 根據那個牌子和標籤 就有32萬W 之後我們也是根據搜查令 去沙田的住宅那裡盡量搜查 並且在家裡發現了另外兩支同類型的電槍 新駕南重案組探員 根據線報 只有人非法藏了電槍 他們經過調查後 在沙田一間文書公司 拘捕這個任職司機的男人 並分別在他家和貨車上檢獲電槍 其中兩支的標籤寫有32萬W 警方暫時未知疑犯 他有電槍的用途 初步相信三支電槍 只是由疑犯一個人擁有 未知有沒有同黨 以及他是不是有黑社會背景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到